民进党桃源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是否涉嫌抄袭受到各界质疑 台北市长柯文哲昨晚30日接受全民评评里节目专访时表示 民进党之所以至今仍决定全党挺艺人 态度这么傲慢 是因为总统蔡英文的论文事件 过去有成功的先例 林志坚论文门凹得过 柯文哲点名蔡英文有成功先例 民进党桃源市长参选人林志坚的论文是否涉嫌抄袭受到各界质疑 台北市长柯文哲昨晚30日接受全民评评里节目专访时表示 民进党之所以至今仍决定全党挺艺人 态度这么傲慢 是因为总统蔡英文的论文事件 过去有成功的先例 台大教授赫德芬曾质疑蔡英文未取得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法学博士学位 去年9月调阅蔡英文在政大任职的人事档案 但教育部称是机密资料 将其封存至2049年 保密期间视为国家绝对机密拒绝调阅 针对林志坚论文抄袭风波 柯文哲认为就是傲慢 成功不会检讨 失败才会检讨 像蔡英文在政大的升等评书 有什么理由要封存35年 怎么会是国家机密 政大校务会议怎么没人拒收有意见 对民进党来讲 就是傲得过去 所以现在才会这么强硬 就是因为有成功的先例 至于有民调显示 50%的桃源市民觉得论文抄袭事件不重要 柯坦言 这国家政治诚信不是被很强调的 政府讲嚎啸 大家都习惯了 中文 adoles短期 中文是大缓 中文就有没有人、何事 论文运浪 linger面 中文 instruction otros 呰 … 谢谢观看